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介紹安全帽 因為有車友講說希望我介紹一下安全帽 但是我在介紹安全帽之前 我有些事情想跟車友說 因為車友也有問說 很多問題關於是刹車的 那以我現在程度的體悟是這樣子 我覺得刹車它會連動到油門 連動到你的方向盤 它關係到很多東西 而不是單單就只有把刹車把它做好 OK 再加上 也許你今天跟我請教 我並沒有到過你那個賽道去 我沒有開過你的車子 OK 我不知道你的車子設定是怎麼樣 回饋是怎麼樣 那賽道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要一概而論 是很困難的事情 OK 就像我現在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我是不動任何設定的 專門就是練人 車子就是standard 標準的 OK 然後 怎麼動就是動人 把人的 就是感官 感知 認局把它調到最大 把人練好 之後再來動設定 不然因為賽車控制它的因素有很多種 那如果 你這一次下場跟上一次下場 車子有所變動 那到底是你越來越熟悉開的好 還是剛剛的變動有效 光這兩點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希望我們有個共通的 基準的標準 例如說我們的駕駛的方式基本都是一樣的 例如說握方向盤的方式 OK 然後用力的方式 OK 然後踩油門的方式 踩煞車的方式 踩煞車的方式 OK 然後 車子的重心 你的人如何去配合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基本功的範疇 我們先在一個同一個基準點上 大家都做到一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再來跟我講你的回饋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特別在 例如說方向盤 煞車 油門上面講這些回饋 不然我覺得以我現在的程度 我覺得這樣講都是很空泛 非常空泛 OK 我下次有機會啊 我會錄個影片給你看 因為我說煞車分五個階段 對吧 我就錄就是 我用這五個階段 各開個兩圈給你們看 OK 讓你們看一下 那個在彎中的感覺 到底煞車 為什麼這五個階段 一定要這樣一個個練上去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啊 因為我今天也不是故意 我知道有這五個階段練上去 其實不是 是我煞車一開始 欸 這樣踩 欸 後來我發現 欸 有地方可以改進 然後再後來我發現 欸 實際上有更棒的方法 再來 喔 原來哪裡又有問題 喔 最後可以把它精簡成最後一個步驟 這樣了解啦齁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我剛好自己在練習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剛剛好就是 你煞車在學習 要培養經過的過程 那你不可能一開始 你第一個階段不學 直接學第五個階段 這是不可能的 絕對做不到 我可以跟你保證 絕對做不到 因為第五個要求的 其中一小項就是 你第一個要做得非常的好 你第一個沒做得好 你第二個不可能做得好 你第二個沒做得好 你第三個不可能做得好 你第三個做不好 你第四個不可能做得好 那第四個做不好 你第五個不可能做得好 好這個不是我很自大在講 你可能做出來的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的秒數絕對不一樣 這是我自己 親身體驗 OK 好 所以我下次我有空 我會把就是 我用五個階段不同的煞車 我開在我車子上展現給各位看 讓你看看他在彎中的感覺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 他為什麼要這樣分 OK 那 所以我就這樣 如果我想要交煞車 我會希望各位車友 來上我們基本功的課程 這樣我們才有同一個基準 同一個平台 下去做回饋 這個才是 確實要進步的一個 基石 一個方向 好嗎 OK 好那我們進入正題 不好意思前面講這麼久 OK 老師當習慣了 OK 常常都是苦口婆心 好嗎 好 那我現在來介紹安全帽 來這個安全帽 是我的第二頂安全帽 這個安全帽 是阿賴的 好 那這個是一個日本的牌子嘛 對不對 那這個安全帽的頭型 我覺得他會比較符合亞洲人的頭型 但是也不一定啦 好 其實安全帽最主要就是要試戴 好你要試戴看看 我覺得安全帽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你戴下去那個重心的感覺 你現在把它放平你會覺得他的頭好像很癢奇怪 也不是很癢是這樣很癢上去的癢 奇怪怎麼視線是往這裡 但實際上不是他戴上去的時候他的安全帽是這樣子 OK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比較下來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不是比較下來 是不是比這個地方低 對吧 然後他就形成了一個重心 因為我們戴安全帽的時候在開車的時候會受到重心的影響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安全帽重心戴上去是很高的 齁 那你會發現哇 他在G值他轉彎的時候你的脖子會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戴著安全帽進去你發現他是往這個方向 往你的頭的四周往下沉的 欸這個安全帽的重心就是好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覺得阿賴這個戴起來很舒服是 他戴上去真的就很像 你感覺好像他到這裡但實際上他要包得更下去那種感覺 為什麼因為他整個重心往下 OK 所以他會讓你的脖子 不會受到那麼大的距離的牽扯 這樣了解嗎 阿再來 這個安全帽阿 我建議阿你要買安全帽一定要去試戴 第一個最重要是一定要符合你的頭型 不能太大 不能太小 你戴上去要舒服的 他要包覆住 有包覆住你頭 這樣才有保護的作用 再來就是他的重心 因為一般人可能比較忽略到他的重心 有他重心是需要是往下的 你戴完以後他要整個是往下的 就這樣罩住你的頭 你會覺得 也不是東西壓住阿 就是他的重心真的是往下 有整個包覆下來的這種感覺 OK 不能讓他這樣高高的這樣 很像戴著那個 大帽子在上面搖來搖去這樣子 了解嗎 OK 應該了解這個感覺啦 好 所以就是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一定要試戴 然後要去感受他的重心 再來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 我建議你可以買一個就是 比較普通的安全帽就好 OK 像機車也有安全帽 對吧 那機車安全帽其實我覺得就可以了 只不過他比較不一樣的是 就是這個 可能這個開口的大小 因為賽車的話 他需要你專注 focus 所以他開口大小會比較小一點點 OK 讓你專注在這個範圍 OK 那如果你買到其他的可能是摩托車用的 或是機車用的那種 他的範圍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他要讓你到處看 但是我覺得 以初學者來講 你範圍大一點 欸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的視野會比較開闊 因為你的脖子嘛 還不夠非常有力 知道嗎 所以你在 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難免頭都是這樣 用這樣看 知道嗎 你這樣看如果又窄 欸 這視野就變很小 了解意思嗎 但是如果你很寬 那個視野是很大的 你彎一點還好 都還是看得很清楚 了解 而且這種專門的 卡丁車專用安全帽 他會比較過一點點 通常會買這個啊 通常都是想把它拿來噴漆 烤漆 想要就是做自己的樣子 啊像我這個人是 比較注重 實力 成績技術 所以我就 也沒有在烤漆 OK 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如果真的 你以後進階啊 我再建議你來買這個 然後 你也可以噴你自己喜歡的 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是要比到 就是等級比較高的比賽的話 他實際上是會 用安全帽 OK 那用安全帽要驗什麼呢 我就講一個就好 就是這些擦傷 實際上是不能有的 因為他會覺得你的安全帽 好像受損過 OK 然後比賽安全會有疑慮 那因為比賽安全有疑慮的話 沒有人敢讓你下場 對吧 OK 所以就是 安全帽要好好保養 要擦得亮亮的 乾乾淨淨的 如果是很高等級的比賽的話 OK 例如一些國際賽 但是如果是沒有那麼高等級的比賽 例如說一些地區的比賽 應該就還好 OK 所以建議一開始可以買比較便宜的安全帽 例如說摩托車用的 然後有牌子的就好 不然像這一個可能都一顆都快兩萬塊 台幣啦 OK 好 那再來就是 你買這個片 它不會是一開始就是這個 這個叫電鍍片 一開始都是透明的 OK 那我會建議如果你有買的話 你可以買個電鍍片 因為他附的一開始都附透明的 OK 電鍍片要幹嘛勒 因為我們難免嘛 有時候開車是在場上繞嘛 有時候就是難免會跟太陽就是是正對到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有電鍍片你的眼睛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透明片也不能丟掉 為什麼 因為下雨天不可能用這個 因為下雨天用這個就會很暗 了解 然後所以就要用透明片 或者是 接近傍晚的時候 已經日落了 光線不好的時候 已經就要透明片 這樣了解嗎 OK 好 這個就是我對安全帽的認知跟經驗 OK 分享給大家 那就這樣囉 掰掰